剛來台灣的時候 蠻辛苦度過的偶像生活 救命啊 糟糕 電池也沒有水 我好累喔 來台灣一陣子 我的公司也發生了一個大事情 我不敢跟家人說 很長 跟媽媽視訊完 一個人哭 大家如果是請訂閱的嗎 如果還不記得的話 馬上來吧 於是開始囉 大家好 我是阿布瑪里亞 今天為什麼來到這裡 是因為我之前拍一集 我變台化、十大現象 我講到其實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蠻辛苦的 大家蠻喜歡聽這個故事 所以我今天是給大家看 剛來台灣的時候 蠻辛苦度過的 我想生活 那我第一站當然是那時候 救我的命的一家店 那走吧 第一站是COCO COCO的珍珠奶車 好懷念喔 因為後來我在附近沒有COCO的關係 也很少喝 就每次看到COCO會有 那時候的回憶 想到好懷念的味道 我的印象中是 一杯大概三十多塊 我要先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我可能有些行為是 不像真的省錢的人 但是是因為外國人 所以不知道去哪裡 可以買到便宜的東西 然後呢第二個是 因為我只是在開始賺錢 還是有省錢的 但是因為收入不穩定 然後也沒有什麼工作 所以不太敢花錢 所以呢我選擇比較省錢的話 是過身後 COCO珍珠奶車真的是 救我的命 珍珠其實滿飽的 有滿足感 每一天 到大概下午兩點的時候去買 有時候真的只喝這個一杯 然後到晚上然後就睡覺 這個COCO是上次講到的地方 所以下一站開始大家不知道的世界 那我們去下一站吧 第二站是 新衣區的 湯本的 薯條 我的印象中 這裡就是賣薯條的店 但是現在已經換店了 所以就拿提升的薯條です 然後為什麼來這邊吃薯條 是因為之前的公司在新衣區這附近 所以那時候工作人員的午餐時間 或是下班的時候 他們說我們要去吃個東西 就跟著他們 通常都是他們覺得看我可憐 然後買給我薯條 所以我懷念一下那感覺 現在的我絕對不會做這個新聞 現在的我絕對不會做這個新聞 除了工作人員之外 也受到很多朋友們的幫忙 我那個時候就在山上那邊 有一次回到家的時候 就開燈 欸? 電呢? 要洗什麼嗎? 沒有水 我想說哇天啊 這是什麼狀況 而且我那時候也是不太會中文 所以就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時候還用日本溝通的喔 救命啊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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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情況 你先來我們家吧這樣 但是他們跟現在一模一樣的店 是他們的房間很軟 死都不讓我在他們的房間睡覺 真的幸好有他們兩個那個朋友 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而且我那時候是更客氣的日本人 所以完全不敢跟別人說可以幫忙我嗎 非常謝謝他們 我們往下一個地方 GO 我們現在要去第三站的路上 我要選擇去 U-Bike 我之前除了走路之外 就很常去U-Bike 因為我那時候最重要的是三千 台灣的U-Bike文化很棒 而且超便宜的 再來第三站見 這次騎U-Bike蠻舒服的耶 我覺得 我現在是蠻常做U-Bike的 是因為現在是 時間比以前重要 但是之前的話很多很多時間 所以我之前是選擇去U-Bike 然後移動很多地方 我之前是就在上山 所以我騎這原始應該是 幹山到谷亭 因為我那時候我的鼓起房在 谷亭站那邊 啊 那個是很遠 而且東門那邊有一個地方 超級危險 我在日本不太騎腳踏車 但是那一段時間 就真的是練到腳踏車的繼續 我是腳踏車達人 就是這個 第三站是 十大夜市的 書寂生煎包 這個我真的非常喜歡 到現在都可以買來吃 因為我覺得這個非常便宜 五庫 五四塊 而且我覺得這個蠻大顆的 這是煎煎包 但是 有一點像 小籠包的感覺 貝爾報紙 這一定會爆出來耶 好恐怖 很燙的感覺 很燙的感覺 很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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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為什麼吃到這一下是 因為剛來台灣的時候 每一個朋友都帶我出去 逛夜市 然後有一次我來時代夜市的時候 超多人排隊 結果蠻好吃的 大家也聽過日本人很喜歡小籠包 有一點像小籠包跟膠質 mix的感覺 然後那時候就是要省錢嘛 所以買了一盒 可能一天吃四顆吧 然後吃幾天這樣子 很懷念的味道 那我們去下一站吧 第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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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從101的超市買回來的壽司 101的超市不是貴富超市嗎 對 就是貴富超市 只是因為我之前就在巷商 然後附近好像也有全聯邂寫 但是我那時候我完全不知道 只知道101下面有一個超市 但是很貴 所以我要等到大概傍晚五六點的時候去 就會有半價的 可以吃到六罐的鮭魚的壽司 現在有一點不太一樣 變豪華太多了吧 懷念的鮭魚 超市的壽司就是這樣 我剛來的時候過幾天就是 聖誕節 那時候也沒有朋友 也沒錢 然後也沒有工作嘛 看IG每個人都在過聖誕節 然後想說 算了我做一手 一個人 很可憐 然後去超市 放假的壽司 盒子上面貼 Merry Christmas 好可憐 我那時候 更可憐的是 我不敢跟家人說很長 跟媽媽試訓完 一個人哭 因為我覺得 我在演過得很好 我覺得 自己很可憐 來台灣一陣子 我的公司 也發生了一個大事情 就日本的老闆過來找我 你要繼續留在這裡嗎 還是你要去上海那邊的團體 或是要不要去韓國 有一個全秀節目 我那時候想說 可是我已經來到這裡了 然後我慢慢熟悉了這個環境 我最捨不得的地方是 一起活動的妹妹們 因為他們唯一的希望 就是從日本來的我 如果我還在的話 他們可能比較有安心感 想到這一塊 然後 沒關係我過了 怎麼樣 沒關係我就在這裡吧 還好我堅持下來 所以現在的我 經歷過很多事情 懷念 那我們去下一站吧 最後一站是 Denu Fish Burger 烤漢堡 非常懷念 第一次來是因為工作人員 帶我去吃午餐 不知道是因為勤苦的關係 還是怎麼覺得特別好吃 後來就自己收到心血的時候 第一個選擇來這邊 我喜歡的是這個 Blue Cheese的漢堡 這是黑毯做的麵包 這個味道 我今天吃東西的時候的表情跟品嘗不太一樣 因為 感慨不快 滿滿的回憶 真的是吃到食物就是 想起來之前的回憶是真的耶 你有點想哭 其實呢 我剛來的時候是2017年的 12月底 金蘭那時候 我只有七張發表 我中了 五千塊 這個是老天爺 送給我五千塊 那時候也是收到五千塊 就立刻吃這家好的漢堡 對 回家懷念 其實今天一整天下來 滿滿的回憶 有過這些辛苦的時候 努力工作 分到一百萬之後 比較開始趕發錢 滿開心 就是自己可以成長到現在 可能日本藝人的關係 平常不太喜歡給大家看 那種我很辛苦的一面 但是今天就難得可以跟大家分享 大家也可以認識新的我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幫我按讚 訂閱還有分享 開啟小鈴鐺 謝謝 想要最後跟大家說一下 謝謝大家的一起 所以現在我過得比之前快樂 這樣講對嗎 所以我繼續努力工作 所以希望大家也繼續支持我 掰掰 掰掰 我們這一節的包包 還有綠紙 為什麼還要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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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吽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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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